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很多人讨厌的一个文法 这个就是形容词变化 形容词变化我们都承认真的是很麻烦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很多变化就对了 但是呢,我们自己认为呢 如果你要讲得很道地呢 那你可能要背很多 而且可能要背很久了 除非你直接去德国,在德国住一阵子的话呢 那可能会自然而然就讲对的 但是这个形容词变化真的有一点麻烦 那我们以后呢,我们就写给你看所有那个变化呢 但是呢,我们先讲一个比方嘛 比方说,dischprache ist schwer 你看,这里有那个形容词 但是这个形容词就是圆形嘛 也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那个逼动词,sein的补语 有没有,die Sprache ist schwer 那现在呢,我就说,deutsch ist,你看, eine 然后呢,sprache 但是这个形容词呢,schwer要放在sprache的前面 所以现在呢,这个形容词它需要变化了 那你看,deutsch ist eine schwere Sprache eine schwere Sprache 这个是最基本的规则呢 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形容词在那个名字的前面 这个形容词它是看名字后面的那个性别 单负数,还有看前面那个丁冠词,补丁冠词,还是都没有冠词呢 还有呢,nominativ,genitiv,dativ,accusativ 所以你要考虑到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自己认为呢,一般绘画的时候,你来不及想了 因为你要想,sprache,der,dastin 单负数呢,accusativ,nominativ,很难耶 但是呢,在写作的时候,你有一点时间可以考虑一下 sprache,sprache,die Sprache,eine Sprache,那就是 eine schwere Sprache 但是呢,你放心哦 如果你在绘画的时候想不到这个形容词的变化 你就跟我说,deutsch ist eine schwere Sprache 我们都听得懂,所以你不用怕了 你还是可以练习绘画能力啊 所以不要放弃哦 那这个形容词变化要忍耐哦 因为这个形容词的那个变化很多种 那我们等一下就给你看了 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的 要忍耐哦 像我的牙印他上次说,忍耐一下,忍耐一下 这个形容词现在忍耐一下哦